我们收获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蓝天白云 绿水青山 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 我们的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 要想远离危险 必须先要懂得安全 让我们来共同学习 儿童安全常识 眼睛里的不送之客 周末的时候 爸爸妈妈打算带着孩子去郊外的公园野餐 他们吃过早饭以后就开车出发了 没想到一上高速公路没开多远就遇到了堵车 车里有点闷 安安居然在后座睡着了 堵了好一会儿 路终于顺畅了 所有车辆都开始争分独有的加速前进 这时 一辆扎土车从后面迅速追了上来 对着他们的车 对着他们的车狂按喇叭 爸爸从反光心看了一眼 灵露厌恶的神色 转动方向盘 被摊上开了道 扎土车车车车车转过了他们 车上拉的沙土被风吹得四散飞扬 爸爸赶紧把车窗关上 但还是稍稍迟了一步 在车窗还没关眼的时候 沙土已经吹进了车内 萍萍啊的叫了一声 用手捂住了一只眼睛 妈妈从副驾驶上转过头来 跟她走了 萍萍说 好像沙子迷了眼睛 妈妈叫她不要揉眼睛 闭上双眼 转动眼球 等眼睛流泪了 就会把沙子冲了出来 萍萍按照妈妈说的做了 转了好几圈眼珠 虽然流了眼泪 但是沙子却还在眼睛里 很能受 爸爸说 你帮她吹吹吧 妈妈叫萍萍把脸凑过来 让她看看 妈妈翻开她的眼皮 让她中动眼球 发现她的眼里果然有一粒沙子 正要吹气 车子忽然紧速 妈妈吓得连忙缩回了手 她怕一副小心 在用疼的平平的眼睛 妈妈看向前面 又堵车了 她叫起来 哎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怎么老堵车 爸爸打开交通广播 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报 这条高速上的堵车新闻 原来是一名司机 被渣土车上的沙子 迷了眼睛 眼睛睁不开 导致了五辆车 连续相撞的交通事故 妈妈说 这渣土车真是害人不浅啊 萍萍忽然说 妈妈 沙子还在我的眼睛里呢 妈妈又想了起来 这时 车已经停了 她再次分开萍萍的眼皮 吵着她的眼睛吹了几口气 把沙子吹出了眼角 萍萍眨眨了眨眼睛 轻松地下来 高速路上的车又堵了半个多小时 才慢慢地继续挪动了 又过了一会儿 等经过惨烈的车祸现场后 行驶速度才慢慢停了起来 等他们来到郊外公园时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十二点 一家人都饿得肚子哭哭叫 干净停好车 带上东西 找到一处阴凉的草坪 铺好野餐防潮店 把所有东西摆在上面 然后坐下来狼吞午宴 吃过饭后 妈妈将垃圾打包好 叫萍萍去扔到路边的垃圾桶里 萍萍在防潮店上躺下来 说 我待会儿再扔好忙 我想躺一会儿 妈妈看了爸爸一眼 爸爸伸了一颗懒胶 也躺了下来 说 我也想躺一会儿 妈妈 妈妈无奈地说 真是两个大懒虫 安安站起来 伸出手说 妈妈 给我吧 我去扔 妈妈把垃圾袋交给安安 说 我们安安真是个好孩子 安安拎着垃圾袋 来到紧实米外的垃圾桶边 把它丢了进去 突然疯的一声 一大群黑色的小飞虫 从垃圾桶里窜了出来 当它吓了一跳 一边往后退 一边挥舞着双手驱赶 忽然 一只小飞虫飞进了它的眼睛 它闭着眼睛 一边后退 一边着急地喊妈妈 爸爸和平平坐起来 问安安走了 安安说 它的眼睛里 飞进了小虫子 妈妈用手指 翻开它的眼皮 看到了小飞虫 就冲它吹了几口气 但是小飞虫 纹丝不动 妈妈想要伸手 去把它摸出来 爸爸阻止它说 哎 你手上那么多细菌 怎么能去摸眼睛呢 妈妈说 那怎么办 吹又吹不出来 爸爸说 滴一点矿泉水怎么样 妈妈觉得可以 就让安安躺下来 打开矿泉水瓶 翻开它的眼皮 滴进去几滴矿泉水 果然把小黑虫冲出来了 安全小贴士 眼睛是非常脆弱的器官 如果进了沙子 千万不能揉 以免把眼球和眼皮擦伤 眼睛进入沙子或者虫子后 可以试着闭眼转动眼珠 让眼睛产生眼泪 把沙子或虫子带出来 如果不管用 可以请别人 翻开眼皮 对着眼睛吹一吹 把沙子或虫子吹出来 也可以在眼睛里 滴干净的清水 或者眼药水 注意不是治疗眼病的 而是自热眼睛的那种眼药水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限 那就需要立刻去医院看医生啊